HELLO 我是虛擬六 我們等一下要去買蛋塔來吃喔 然後這次呢是要吃那個肯德基推出的黑糖鮮奶 黑糖蒸奶蛋塔 然後好像說全台灣只有十間門市有在賣 而且一天只出爐一次喔 不知道會不會買到 實在很好奇因為感覺好像很好吃 然後他說裡面有加珍珠跟奶茶的卡士達醬 經典的黑糖內餡 然後每個蛋塔呢還會附一個脆餅的吸管造型 那就跟著我看下去吧 外面感覺已經有人在排隊了 我覺得他們應該也是要來買蛋塔的喔 那現在的時間呢 大概十點半吧 今天呢是個常慶仁先生帶我來的 我覺得在半個小時 他說半小時後就可以進去買了嘛 那超級好奇能不能買到蛋塔 如果沒有買到蛋塔影片就差不多就會結束了 哈哈哈哈 太誇張了 現在才10點40分耶 門口就已經貼他已經瘦完了 那常慶仁先生是說應該是要提早去排隊 我原本以為是11點才開始開賣才開始 可以賣啊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超級短 本來想說今天可以開箱就是我吃蛋塔的影片 因為我對這個蛋塔真的超級感興趣的 感覺就是非常好吃啊 不過他一天只有限量好像18盒而已 很可惜沒有買到 特別就是千里迢迢跑來 想不到 我太樂觀了 我原本還想說在車上等個11點再下去買 原來已經沒有了 每家店18盒 每人限購2盒 所以也就是說每個人買2盒 9個人就已經沒有了 如果大家要去買 提前去排隊 不要像我一樣快要11點再進去喔 那一定就是沒有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下一個影片記得按個喜歡版面分享出去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 因為沒有知道 黑糖珍奶蛋塔 常見人先生說要買原味蛋塔給我吃 好失落喔 還想說要來吃那個鮮亮蛋塔 我覺得看起來很好吃 可是好像 今天開箱影片 竟然沒有辦法開箱 那 只好吃吃原味蛋塔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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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